《網上服務供應商聯盟》 請一提林祖信先生 主席好 各位議員 大家好 我是網上服務供應商聯盟的代表 首先講講網上服務供應商對這個條例的意見 其實網上服務供應商我們是贊成安全港的 因為它可以限制到網上服務供應商 當網站發現有侵權內容的時候 責任的限制 但是這個安全港裏面有一件事很重要 就是業務守則 可惜到目前為止 我們都沒有收到業務守則的詳細資料 我們覺得這個業務守則 其實需要給我們業界 以及需要給公眾去做一個諮詢 或者做一個表達意見的機會 作為平台其實我們是保持中立的 我們是要對一些版權擁有者 當他發現平台裏面是有侵權內容的時候 是有一個可以投訴的渠道 同時間我們亦都要保障發布者 因為那個內容是發布者提供 我們亦都要給發布者有一個能力 或者有一個機會去上訴 當我們要處理這些投訴和上訴的情況的時候 我們亦都要保障到雙方的個人資料 不可以因此而外洩給對方 我們亦都考慮到 其實有很多網上服務供應商 可能在香港服務著470萬的網民 但是他們公司的架構可能很少 人手很少 但是他們其實提供一些免費的服務 當處理這些這麼大量的投訴的時候 會不會應接不下呢 我們覺得可能我們想 投訴者會不會可以幫我們 承擔一些投訴過程 我們要處理的成本 同時間亦都要避免有人濫用這個投訴機制 去投訴一些他不喜歡見到的東西 而不是投訴一些不合法的東西 至於網民的意見 其實在我自己的高等統項區裏面 發現有67篇文章 是關於這個修訂的條例 當中有2776個回覆 裏面牽涉了992位網民 我看到沒有一個人覺得 他們是很正 很應該是去從侵權的行為裏面賺錢 亦都沒有人覺得 我將別人辛辛苦苦的 可能音樂電影放上網和別人分享 然後令到別人沒有人去看電影 沒有人去聽音樂 是一件正確的事 沒有人敢認為 但是仍然他們很擔心 很擔心自己誤墮這個法網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原來他們平時會用一些 有版權擁有者的作品 去進行一些二詞創作 例如改圖改歌詞 但是改圖改歌詞 往往很多時候 這些二詞創作的目的 是想惡搞某一些人 或者去諷刺一些事弊 又或者去表達對社會的關心和意見 我們看到的就是 其實他們現在不是怕 沒有得再去侵犯別人的權利 而是他們怕 本身已有的言論自由 會不會因為這樣而被剝削了呢 所以我們看到的就是 會不會可以考慮 可以將非商業用途的二詞創作 列入一個例外的範疇 變成他們可以很安心地去進行 他們的二詞創作 去表達自己的意見 謝謝